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再加上夏天到来 中山区外木山海星游泳协会一带的海域 充满细水游泳的人潮 不过因为漂流木及垃圾相当多影响民众安全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将结合海星游泳协会成员协助打捞 但是因为漂流木涉及法令问题不能随便带走 因此会再请基隆市政府环保局运走处理 炳君这几天有接获民众反应 就是我们外木山海域出现相当多的服务 造成我们游客或游客来这边玩水的时候都会被服务刺伤 当然我们首先要先感谢我们海星的志工 自发性的将我们这些服务打捞上岸并放在岸边 避免我们的游客游客再次刺伤 可是因为我们不能随意的去捡这些的服务 这是有犯法的问题 所以炳君也跟环保局这边协调 会在我们礼拜四早上六点再次请我们的海星志工 把所有的服务垃圾打包上岸 并邀请我们的环保局然后协助搬引 另外张炳君也呼吁相关单位要重视这里支撑平台用的铁钢梁 秀史严重 钱肠随时崩塌的危机问题 还是要呼吁我们的相关单位 不论是针对我们整个万木山海星这边的干净 或是平台或是安全性 希望都可以来做一个统筹 因为万木山海星这边是我们很多游客 游客夏天玩水必经之处 那我们也希望让所有的人来到我们基隆市 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基隆的热情跟干净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统筹性的发展 把我们万木山的海域发扬光大 张炳君认为万木山这一带海域 早已经成为观光游泳胜地 所有相关游泳细水的问题 都应该一并统筹处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